各位記者朋友大家好 我本日做創業投資 大概從畢業開始 在外面短暫工作兩三年之後 就開始做創業 基本上台灣已經很少有什麼創業 這個行業或者是 這個產業出現 主要是這幾年 包括剛剛有些學長以前講的 就是說產業外語 包括台灣現在缺乏主流產業 尤其這幾年來 我們已經很少看到 有什麼大的造原子的產業 在台灣產生或者是政府有什麼 政策方向讓這些 想要創業的新年學者 知道該往哪個方向轉 那所以呢 其實我們這幾年投資也大部分 都往東南亞或者是 中國大部分那邊去做投資 那最主要是因為市場 市場夠大的話 其實它可以講我們非常多的東西 那今天討論到這個題目 就是說台灣該怎麼做創新 或策略 我想最困難的地方 是因為台灣沒有市場 這麼小的一個市場 怎麼樣 讓這些創業的人 產生他們該有的一個成長 的一個Nation 那 剛剛有些學長講說是要走出去 對沒有錯就是要走出去 就是說 如果年輕人要創業 我自己覺得就是說 要趕畫大兵 要趕走出去 要趕跟國外的這些大使競爭 尤其是中國大陸這些年輕人競爭 他們是蠻敢畫一個很大的夢 來找我們創業要錢 但台灣的創業大部分都是局限 就是說做一個小東西 然後就在後口裡面 未來問他要怎麼做 然後市場有多大 大概也說不出個說話 我想這是台灣目前在 整個新創產業上 比較大的一個局限 那可能最有賴於 剛剛黃學長 有提到就是說 他有一些想法 怎麼樣跟政府來合作 把這個新的產業再創造出來 那我們也是在期待 我們再試目以待 謝謝 謝謝